曾有美国军官拿中国的三峡大坝开玩笑说 若炸掉你们三峡大坝能淹死多少人 在场的金义男将军语气沉稳 霸气回对道 你动一下试试 三峡大坝作为我国重要的民生工程 关乎亿万中国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 感动三峡大坝等同于向中国宣战 在这种场合开不适宜的玩笑 是带着强烈的政治目的 事实上 基于三峡大坝的不法分子并不少见 只是他们都没能得逞 2004年4月 三名刑技可疑人员出现在了三峡坝区 被当地警方抓获 随后警方在这些人身上不仅搜出了定位装置 还发现了三峡库区的精细地图 在他们随身携带的数码相机中 发现了大量三峡大坝的实景照片 这些信息一旦外泄 将对大坝产生不可估量的潜在威胁 而在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后的短短一年多时间内 对大坝构成安全威胁的船只就多达200多艘 被抓捕的不法分子达800多人次 2019年3月19日十五时许 一位奥地利游客从宜昌城区乘坐216路大巴车 到达三峡坝区右岸风香沟车站下车 沿工录制中宝村小坛子柳平台 在平台放飞无人机 对三峡大坝进行拍摄 共拍摄8段视频和继20分钟 随后离开时被三峡坝区公安分局 中宝岛派出所民警当场查获 三峡水库的总库容量高达393亿立方米 一旦被炸出窝口 巨大的储水势必倾泻而出 这对下游的居民区以及建筑 将会造成毁灭性挡机 那么如此重要的大坝 它的防御能力到底怎么样 首先作为长江干流投资成本最高 工程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 三峡大坝的建设过程中 有着严格的施工监管验收流程 坝体基本的结构安全绝对是无庸置疑 三峡大坝工程包括主体建筑工程 及导流工程两部分 工程主体建筑 及导流遭土石方挖田量 约1.34亿立方米 混凝土胶筑2794万立方米 钢筋质安46.30万吨 金属结构质安25.65万吨 这些指标都是世界顶尖水平 大量坚实可靠的混凝土和金属结构 让整个大坝几乎等同于铜墙铁壁 而坝体又是采用梯形设计 蓝河坝段长2309.47米 泄鸿坝段长438米 坝体最大宽度115米 越到下方越厚实 是按照可以抵御8级以上的地震伤害 来设计 这种坚实的坝体结构 让常规的武器根本无法撼动大坝主体 最多也就局部损坏 不会造成大坝决堤 这种情况下 除非敌人使用和武器 否则不会对大坝造成致命损伤 而中国又是为数不多的 拥有和武器的国家 如果对中国使用和武器 势必迎来中国的十倍反击 近些年 我国也在不断地完善 这些重要工程的防御网 先进的反导弹技术 会将一切来半支敌拦截在外 周边部署为大部队 导弹部队和海陆航空部队 也绝不是吃素 24小时巡逻的中国武警 也会让让鬼鬼祟祟的老鼠们 乖乖就犯 整个坝区可谓部落金康 大家不必担心 我相信中国军人 一定会像保护中国同胞那样 保护三峡大坝 将坝气回队的金一南老将军致敬 向向保护大坝的中国军人致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